人够废物的 四年了你没搞到手 我两年我都搞到手了 你说这话你是个男人不 你才不是个男人呢 别动啊 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老婆 孩子咋叫 跟你有关一麦 我跟男长江山 这我对象 有你什么事啊 有你事吗 你算个啥 你算个地 咱俩你啊 咱这永远都没有好下场 我告诉你 你的幼稚在于 你永远只甘心做一个备胎 备胎的下场 只有是在正胎 扎的补不了的情况下 他才能上卫行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两个七尺男儿 在节目现场如此激动 这个大喊 别人是第三者的男人叫大成 被图雷老师 说是备胎的男人叫大米 他们口中所说的女子是小林 三人的故事 要从大成与小林说起 28岁的小林 是商场男庄岛购园 与经常去店内消费的 22岁大成结诗 就从客户变成了男女朋友 对对对 两人确定关系 在一起几个月之后 小林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孩子的到来 没有给两人带来欢喜 大成反而对小林大打出手 一脚把孩子都给踹掉了 大成总是怀疑小林 跟别人不清不楚 甚至跑到小林上班的地方 监视女友 凡是看见男人与小林说话 就以为他们会有点什么 甚至每天都要去查女友的电话 你每次回家都要把手机删掉 就是因为他心眼太小 每次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 你能让我说完吗 大成多多逼人的态度 让小林非常的讨厌 每次只要大成怀疑女友 就明里暗里的问小林 是否有人追的 甚至殴打怀孕两个月的女友 孩子被男友一脚踹掉以后 小林死的心都有了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大成都不该以暴力来解决问题 可他却还有自己的一番说辞 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这么爱你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我不顾家里的反对 你比我大这么多岁 我们家同意吗 我们家不同意 咱俩不都商量说 等有孩子以后 家者再不同意 他不也得同意了 因为有孩子了咱们 我也想要 如果像大成所说 这么的爱女友 又为什么回答小林呢 年龄的差距 本来父母都不同意 现在有了孩子 不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吗 可是你没想到 你怀着她的孩子 她却踹了你一脚 是吧 小林想起 当时两人打架的情景 内心非常的气愤 大成竟然用孩子 不是她的话语 来侮辱女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这孩子是咱俩的 那等于后来孩子就没了 是吧 对当时都见血了 孩子掉了之后 由于是意外流产 小林必须住院几天 躺在病床上的小林 非常的绝望 看看身边的病人 都有陪床的 再看看自己 一个关心的人都没有 连倒壶水人都没有 我当时找你的时候 你人在哪 这男人也太绝情了 女友在医院卧床 他不说好好陪护 连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主持人都气愤不已的问大成 到底去哪了 我去我朋友那了 我真的不敢面对 他住医院 你不敢面对 你跑了 对 一句不敢面对 把渣男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人的心咋就那么狠呢 可以对自己的女友不管不顾 后来大成从朋友家回来 发现小林的东西全部都不见了 女友走了 难道一句我知道错了 就能洗刷小林内心的痛苦吗 就能对那个失去的孩子负责了吗 失去孩子后的小林独自去了北京 刚到北京没几天 小林就被人给骗得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的 她突然想起曾经四年的好朋友 其实我当时也犹豫 该不该的给她打个电话 我想让她借我两千块钱 毕竟我得找个地住吧 我不能睡马路上吧 小林本想只是向朋友借点钱 没想到好朋友 为了自己也来到了北京 她说我实在放心不下你 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 人家就是为了你辞职到北京 对对对 就是为了照顾你 对 小林所说的这个好朋友 就是大成一直所怀疑的对象叫大米 不仅只是怀疑 大成甚至觉得跟女友吵架 打架 流产以及分手都是因为她 要是不因为她 咱孩子能掉吗 能打你吗 大成能打架吗 你能来北京吗 大成你是来道歉的吗 我是来道歉的 但是我怎么觉得 你想来吵架的呢 这大成磨磨叽叽的 根本不像是来挽回女友的 如果不是在节目现场 小编觉得她还会动手打人 大米这么关心小林 不惜辞职从唐山来北京照顾小林 那小林对她又是什么感觉呢 我跟她只是朋友关心 大成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想挽回女友 让小林跟自己回家 而小林却迷茫了 过去跟她谈恋爱时 大成特别的浪漫 可是现在呢 通过主持人追问 原来大米比小林小两岁 虽说年龄比她小 但考虑事情 大米比大成成熟稳重多了 他总是特别热心地照顾我 热心帮助我 关心我 当他知道你有了男朋友之后 他还一如既往是吗 淡了 肯定是淡了 因为他不希望破坏我 他这不叫破坏 你也知道我小心眼 你还跟他老爷联系 放不下他 放不下 那你觉得他跟那位先生之间 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有 不管小林如何的解释和诉说 大成始终觉得女友和大米一定有事 为了把三人的关系彻底捋清楚 主持人把大米也请上了舞台 来我们掌声请求大成 你还有点上这来呢 来来来 你不是让小林有名相了 来来来 你幼稚 今天来不是和你吵的 我都是来跟你吵的 大成 你总是要打架是不 你把这次四年了是吧 四年多了是吧 四年了 人够废物的 四年了你没搞到手 我两年我都搞到手了 你说这话你是个男人不 你才不是个男人呢 别动啊 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老婆 孩子咋掉了 跟你有关一脉 我没让你踹地害个老婆 是你自己 没有你孩子能掉了 你就不念个男人 来来来 大成 别激动好吧 你这吵能挽回去吗 四年是吧 对 心里其实是有差的对吧 是有 其实在他们俩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很爱他 但是这四年来从来没越过雷池半步吧 没有 你跟他说过你爱他吗 说过 他和我说他又对向了当事 啊 拒绝你了 嗯 对 其实啊你说他出了这个事之后 作为朋友看看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还把唐山的工作也辞了去了北京呢 我担心他 我担心他 因为我认为他这儿的男孩根本都不配做他 你配 第三者永远都没有好下场我告诉你 姑娘 你们俩什么关系 现在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你看 所以你别口口声声第三者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想告诉小林 不要和他走 不要相信他的坏俏语 虽然我没有他那么会说能道 但是我是真心的 小林啊 如果要你选你选谁啊 一个是你爱他 一个是爱你的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法选择 现在的处境让小林无法选择 曾经跟大成却是有过很多美好的过往 也给过小林很多浪漫的时刻 大米与小林认识有四年的时间 为人老实芭蕉 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 但总是把事做到最好 总是把事做好了 也不跟我说什么 有一次我跟我经历 就因为工资的事嘛 他拖欠我工资 那肯定我这个女孩肯定弱势 大米直到以后 就找那个老板理论 就这个愿意为你两位插刀 那个愿意插你两刀 但是你喜欢那个是吧 可能当时我有点真是太傻了吧 在爱情面前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爱与不爱真的非常的残忍 大米为了小林付出了那么多 而小林却甘愿在大成那里受委屈 大米今天来到现场 又是什么目的呢 来表白了是吧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还会默默地等他吗 我会 但是我想他 幸福 大成啊 如果他就不原谅你 你还等他吗 我会等 我真的会等你 不管是痴情的大米 还是自以为是不珍惜的大成 都表明了自己的内心 他们都愿意等待所爱之人 在小林选择之前 让我们来听听嘉宾对三人关系的见解 我们总是习惯在所爱之人那受惊伤害 然后在爱我之人那习惯性的收获温暖 所以总是有人说我们找个我爱的人谈恋爱 找个爱我的人结婚 这句话听上去挺聪明 但是需要前提条件 如果你要和中间的那位男士在一起 你非常清楚你在他那只能收获温暖 收获不了爱情 你能将就吗 不能 好 你既然不能将就了跟他在一起 那就要至死寻找真爱了 那我再问你 你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健全的体魄吗 能够每天受到他的伤害 侮辱 怀疑 你能吗 我一直坚强 但是我身体受不了 受不了 好 那么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一颗铁石心肠 你也没有 如果你有一颗铁石心肠 你应该今天断然走开 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 所以最后送你一句老话 若爱请真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爱美 上一层 接下来跟大成说 怀疑很容易 想象也可以很丰富 但要按捺住自己的情绪 去寻找真相 这很难 我们在场所有的人都质疑你不是个男人 你是男人吗 我是男人 你是男人 成熟的男人 遇见问题找方法 幼稚的男人遇见问题才找借口 就像你 什么事都乱到人家中间 那个男人身上去 都是别人的原因吗 没有他还有张三里四呢 那怎么办 所以说你们俩之间的命运 一个迟疑不决的女人 一个不长记性的男人 分手是助病 我想跟中间那个男生说的 我不管你说什么 或者你质疑要寻找自己的答案 我想说的是取而代之 是很困难 要取而不代之 是很痛苦 只有重新寻找 才是值得 就这样 涂雷老师把三人的关系 以及心里分析的如此透彻 大成却还是任性的 想要小林跟自己回家 不管乃老师说 好好好 我的意思都是想让他跟我和好 感觉他说句话 特别幼稚 但我怎么感觉 有的时候你比他还幼稚 他幼稚 至少他知道 我要牢牢抓什么 而且我有自信 我能抓得到 你的幼稚在哪里 你的幼稚在于 你永远只甘心做一个备胎 备胎的下场 只有是在正胎 扎的补不了的情况下 他才能上位行驶 面对涂雷老师的分析 大迷仿佛意识到什么 他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就是想让小林给自己一个答案 我来证明一下自己 就是在他心里 到底有没有地位 四年了还不清楚吗 所以你比他还幼稚 相处了两年半 跟你有过一个孩子 又自己把孩子踹掉 说要一生一世爱你 并且你能感觉到 浪漫的一个男人 今天要带你回家 一个默默为你付出 你需要的时候就去 你不需要的时候 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的 一个男人 今天想向你表白 听谁的表白 选一个 真是恨铁不成钢 四年人家都没有跟大米在一起 他心里还在痴心妄想 小林今天是逃避不了了 必须要给大米一个交代 大米 我知道四年多了 一直拿你当铁哥们 每次我难过 想倾诉的时候 你都会默默地关心我 所以在这里 我应该谢谢你 但是我跟你真的不是爱情 我曾经也跟你说过 爱情不是勉强的 听明白了 那你也别表白了 回吧 回吧 大米对不起 不要再可怜兮兮地说对不起 你要跟他说 从我的生活当中走开 你永远没有机会 这才是真正对他的尊重 最终小林还是残忍地拒绝了大米 图蕾老师都气愤地看不起小林 四年了 早该跟大米说清楚了 你便跟男友相爱 你便把大米当备胎 真是可恨 可悲 目前舞台上只剩下大成和小林 看看他们又要如何抉择 小林 我知道这两年多 没让你想过苦 也没让你吃过 吃好过 穿好过 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对不起 但是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真的 孩子这件事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能给我一个重新爱你的机会 我保证以后 什么时候都能依你 什么时候你说都算 这么多年了 咱俩在一起 确实有过很多浪漫 有过让我感动的事 虽然比我小 但是有的时候 你挺关心我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感觉 我跟你在一起 真的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周围的姐妹 都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孩子了 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比我想那么多 有一天 咱们会有的 有一天你真的发达了 我保证 身边的女孩会有的事 我真的累了 我真的累了 其实看结果的时候 恰恰发现 印了那句话 聪明反备聪明物 三 二 一 请开门 小林并没有选择原谅 她的离开 是对两个男人 最好的回答 三人的纠缠到此为止 希望他们都能找到 自己的幸福 我们觉得我们挺狠心的 你们都分手了 我们还有鼓掌 需要长大 真的爱 其实可以包容很多 看视频的您 对他们三人的故事 又有什么见解呢 欢迎关注小波罗 评论留下您的观点